今天很高興能夠來參加第九波安居氣毒專案成果的記者會 再次展現我們政府氣毒的決心跟成果 我們要感謝台高檢察署等六大氣毒系統來強力查氣毒品 除了查獲大量各級的毒品與製造先驅原料的工廠以外 也查獲了船舶佐斯大量進口的毒品等 從阻斷源頭避免毒品流入市面危害人民來努力 這一系列的成果展現我們政府對於毒品抱著永遠零容忍的這樣的一個態度 行政院在106年5月就提出了新世代反毒策略 然後以四年為期 當時是投入了100億的經費 強調以人為中心 追棄毒品的源頭 然後以量為目標來致力消滅毒品的存在 執行的成果相當的卓業 感謝我們前景調線海關等 這一些機關同仁大家的努力 後來在針對第一期的這個計劃呢 我們就提出了新世代反毒策略2.0的計劃 還有它的行動綱領 同樣是以四年的時間 但是這一次投入的經費呢 是高達到150億的經費 然後以塑毒追人 還有斷金流等我們叫做斷絕毒三流 然後就是毒流 人流金流 我們給它斷絕掉 為反毒的總目標 目的呢 就是要來推動 減少毒品的供給 然後減少毒品的需求 還有減少毒品的危害 我們叫做刪減策略 要來全面禁止毒品 使民眾能夠安居樂業 在這裡也再次呼籲 希望我們國人呢 勿以身試藥 我們希望全民都能夠認識毒品 拒絕毒品 讓我們一起努力 來繼續打造一個無毒的家園 謝謝大家 謝謝